來 小心喔 好吃嗎 你自己煮的才好吃 一家人溫馨用餐 親密互動 這樣簡單 家的概念 卻是明珠直系直銷商 梁錦翔 最重要的人生夢想 很辛苦啦 這幾天 貼心的幫媽媽按摩 梁錦翔的孝順不只如此 為照顧有過敏氣喘的媽媽 曾放棄就讀南部好學校 畢業時的金融風暴 讓她提早看到危機 選擇創業 其實很想找一個機會 就是能夠讓自己 工作一陣子 然後能夠擁有自己想要的收入 以我本身的條件跟學歷來講 是有點困難的 所以那個時候的思考點 就希望找一個平台 能夠讓自己努力 可能三年五年十年的那個結果 是不歸零的 單親家庭長大 說話還有點結巴 這些看似創業的絆腳石 都沒有攔阻他經營事業 回想當時的艱辛 不只親友不看好 媽媽還曾把他繁瑣在門外 但梁錦翔憑著 想給家人過好生活的願景 如今他帶媽媽 已經海外旅遊好幾次 讓媽媽從反對轉而支持 初期 他的那個 舅舅阿姨 也都不太認同他 雖然不是很認同 但是 我這個做媽 也不能不認同 對不對 因為 你說好了 你看著他那麼辛苦 你說嘛 你不理他也不行 但是我覺得 有些事情 還是堅持 還是 還是對的 當我開始把我每一個角色 慢慢的盡量去顧好的時候 我覺得相對來說 你的堅持就會贏得 父母的支持 這個是最有名的那個 他們每次去 去到瑞典都一定要買那個木馬回家 才代表有去背歐 他有好幾個眼 認真的和太太討論 下一個北歐旅遊夢 夫妻同心創業 把目標視覺化 用心經營生活 培養共同興趣 讓彼此感情更加堅定 有一個人他有想法 那另外一個人 他可以培養這方面的興趣跟熱愛 那兩個人就可以從這些話題 跟互動的過程之中 去更懂得過生活 那也不會無聊 剛認識他的時候 我覺得他很會把自己照顧得很好 但也不見得能夠去用通理性去對待別人 但我發現呢 當我們認識之後 在一起之後 甚至結完婚之後 他會有種責任感跟使命感 所以我覺得現在跟著他呢 我是非常有安全感的 年輕時憑正滿腔熱血 梁錦翔堅持開闢創業入 雖然曾經失去許多和家人互動的時間 但現在他在事業和這兩位 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中 找到屬於自己完美的平衡點 安寧新聞陳寗雲 廖俊潮 桃園報導 創旋人